台湾曾发生两次垃圾大战 各地垃圾无处可去堆积街头 近来南投云林垃圾问题再起 以及分化炉老旧等议题 让民众担心是否不久的将来 全台又将面临垃圾处理危机 焚化是台湾目前垃圾主要处理方式 据统计2019年扣除资源出于回收 全台一年制造近500万吨垃圾 以现有的全台焚化厂处理能量 686万吨来看应该没有疑虑 但焚化炉高龄化则成了 全台第三次垃圾大战的隐忧 根据行政院核定的垃圾处理方案 焚化厂的使用年限为20年 但目前24座焚化厂中有15座 已使用超过20年 7座超过15年 这是否预告不久的将来 全台垃圾将再度面临无处可去 我们整个缝化厂的使用 基本上是没有年限的 那在这些法规规范的条件 而且它公安也都没有问题的情况之下 它能够持续运转 它就能够继续运作 只要它能够继续运作 它的总效能 基本上我们都会让它维持在一定的条件之下 我们内部分化厂在民国81年1月16日 正式结婚到现在 今年应该已经满29年 那因为我们都有做平日的维护保养 跟所谓的年度税修的一个保养 那也有做一部分设备的一个更新 所以目前的话呢 我们是持续可以使用 那我们预估是可以使用 应该是40年左右 尽管没有使用年限的问题 但外界质疑高龄化是否也成了 粉画厂出力量大幅下降的主因呢 这个跟时代的变迁很有关系 因为以前我们厂在设计那一个时候的背景 我们的热质是烧一公斤的垃圾 可以产生1350大卡的热量 那现在的废气物经过了 我们垃圾会随在征收分类回收以后 我们的热质现在来到了将近2200 所以超过了差不多七八百的一个热质 所以会影响我们的垃圾分化 那因为说热质很高 我们的后端呢 所谓的冷泥系统就要进行排热 那这个排热呢 它热量排得越高 它当然老化会有一点 那我们定期都会维护 可是还是会影响到垃圾分化量 最主要是热质的问题 那但是因为热质提升之后 我们大概目前大概会减少11%的处理量 所以我们现在整个的量能是 大概686万吨 但是处理效能并没有变 因为我们的处理效能的计算 基本上是用吨数去乘以热质 这才是一个规理的处理效能 尽管数据看来没问题 但台湾确实出现垃圾烧不完的窘境 尤其是辖内无本化炉的县市早已开打了 垃圾大战 本来它打算盖36度 后来大概到19度的时候 我们就发现说它的处理量 远远已经超过生活垃圾的产生量 但民国一百年前 并没有事业废弃物统计 因此停建决策并未考量到试费 也造成辖内无焚化炉的县市 需要依赖他人代烧垃圾 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一个自主能力的一个设施 所以必须靠其他县市帮忙忙 但是他们帮了忙有限 所以有些热色没办法全部处理掉 其他县市也因为有一些家庭的名义 也不希望YC 那都是可以过去他们那边之后 他如果要到其他的这个 有焚化设施的这个县市去处理的时候 一般来说我们会建议他要有一个 互惠原则在这样子的基础下 一般有红化炉的县市 他的医院其实都相对会比较高的 我们现在目前大概 每天需要出铁的特色量 大概是2200吨左右 但是因为红化炉他们 虽然专门需要2850吨的 但是因为每个红化炉 他每年跟他顶到两大三个月去做税修 然后还有一些临时的破管的状况 会不会停 目前来看目前台北市的这个处理的预量 应该是他说刚刚好 目前基本上还是以处理台北市的垃圾为原则 如果说要带处理外线市的话 他这样的议会 这边就有做一些不待聚意 要求说如果今天接受中央要调度 处理外线市的垃圾的话 在前年处理那法子散为上限 而且要本这个平等顾问的原则 所以有些东西就是我帮你烧垃圾 你帮我处理地站比较远回去你的县市里面的 这货就比较小 黄团研指出一般垃圾遭到排挤或是垃圾处理 余余量不足 其实都是未能妥善分流厨余和试费及不试来垃圾 去年的数量来看 我们看生活垃圾接近500万吨 它有三成多 这样沉起来就将近150几万吨 其实除雨从垃圾车上面进来之后 那它还有一个缓冲的空间 就是我们如果比较能理解的 它专业数字叫除坑 那除坑里面基本上会把这些除雨大量的一些水 就会先排掉了 那在除坑里面基本上也不是说你马上进到除坑里面 马上就进到这个炉子里面去烧 所以它基本上会在除坑里面去扶手 也就是说你整个除雨进来有可能 真正进到炉子里面去烧的时候 其实最后的比例是相当相当的少 如果我们可以转个方向 赶快去扩充我们的除雨处理设施 就是赶快把我们生活垃圾里面的除雨 你150万吨只要回收七八十万吨 一半就好 你就没有什么垃圾危机了 其实它里面有很多不释然的废弃物 比如说那个汽车的沙发 那里面的泡棉 还有就是地毯 然后这些东西呢 它热子是冯化炉设计热子三四倍 非常的高 像这种东西 它丢一百吨 等于让冯化炉少烧三四百吨 因为它热子是三四倍 云林它需要外线市代烧的垃圾量 也不过一百多吨 然后台东不到一百吨 但是我们光是一个那个废车粉碎材料 现在就是送到冯化炉去烧 这个一天就一百多吨 基本上工业部门它其实已经有做了一些 一些事业废弃物的这个砖烧炉的这样子的一个一个规划了 那当然我们可以预期的未来就是说 可能慢慢的相关的这个事费会有一些舒缓的这一些管道 那我们当然慢慢的我们的这个缓化炉可以回到我们原本处理一半肺这样子的一个任务 目前还有一些 掩埋场的空间 那我们也积极在活化掩埋场 那让掩埋场可以多一点空间出来 可以做一些缓冲 我们现在的 缓化炉它不是把垃圾烧了就没有 它烧了以后会产生顶扎 会产生非灰 那非灰呢是有害的非器物 它需要五花炉 你烧一百吨 会产生三到五吨的非灰 但是我们也埋的空间越来越少 所以非灰也埋的费用成本越来越贵 我觉得就是说 垃圾本来就是可以合作处理 第一个大力的推动处于处理设施 然后把一些不释然非器物的处理技术 最佳的处理技术引进来 让不释然还有厨余 这些东西能够从焚化炉分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 其实云林台东 真的没有新建焚化的必要 环境多查总对科长李真心强调 中央推行的多元化垃圾处理方案 也致力在降低对焚化炉的依赖 但就现况看来 想要有效处理垃圾危机 仍带更多的协调整合